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新爱琴·拜尔钢琴基本教程》的系列课程 我是若涵老师 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课程 以讲解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大音符版的拜尔为主 为了更好跟进我们的课程 您可以在《新爱琴》微信公众号里 购买到这本教材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这是拜尔第一课的编奏九 编奏九它用了很多的同音 然后又加上了稍微跨度有点大的 飘进五度或是四度 并且它是在小节中间的连线 就是不是规整地按着小节来分乐剧 所以这种音乐会带多一点的动感 这条音乐是比较有表现力的 相信只弹单首的时候 大家也能听到它有点像一个 队列在行进的那么一个感觉 就是很整齐的 很规整的 它之后如果加上了教师的这个部分 它会更强调有动感的那一拍 我会帮助学生把学生连线那部分 我也给它连上 就更把音乐能往前推动 所以合起来的音乐 还是会有更丰富的感觉 并且这一条练习 也是分成了两个小句子 每四个小节为一句 前四个小节听起来可能更有推动力一点 后四个小节因为接近于结尾 又稍微地平稳了一点 那么我和我的学生 一起给大家弹奏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体会这样的感觉 好 听完了合奏的效果 是不是大家觉得比一个人弹得要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有吸引力 好 这就是第九条 然后接下来我们该讲变奏十了 变奏十里面也穿插了很多的空拍 这一次的空拍不是在第一拍上了 所以它把音乐分成了几个小句子 首先我们从整体来看 仍然是八小节 然后前四小节一句 后四小节一句 是两个句子 然后中间的空拍 它都是在小节的第三拍上 所以就使得小节的第四拍 又倾向到下一个小节的感觉 弹奏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把空拍读出来 我给大家弹一下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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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的语汇比较小 两个音或三个音就是一个小连线 这样的音乐就不像那种一条连线 画了四个小节或是八个小节那样的音乐 觉得那么的稳定 很多孩子在弹琴的时候不愿意把空拍读出来 总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说老师我能不能点个头啊 或是出个什么声啊 就是不愿意说空 好像有点羞涩的感觉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只有你把那个空拍读出来的时候 你的拍子是最准确的 你用其他的办法 只会让你的音乐没有那么的精确 因为我们并不是从头到尾都要求你这样弹 只是在最开始学习的时候 希望你能把它做到最准确 当你已经弹熟了之后 你是可以不用张嘴去读去唱的 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一个部分是不能免除的 一定要这样做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动力性的音乐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听一下 两个人合奏的部分 变奏九和变奏十 它里面都带有那种动力 推动性再往前走的音乐 这两条练习不建议大家弹得太慢 要去找一下那个节奏的动感的感觉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定期给大家解答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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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